元旦连续假期的第三天 上午的车潮集中在国道5号到南港的石定路段 时速一度只有四五十公里 预估下午两点开始国道就会出现北返车潮 车流预估是240万辆次 大塞车的时段恐怕会持续到深夜了 元旦连续假期虽然寒冷但天气晴朗 售价前一天星期六早上出游车潮 多集中在雪碎的南港到石定 时速一度降到四五十公里 预估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是车多时段 国一北上西罗到浦岩 头饭到湖口 国三北上南投到草屯 中港系统到大甲 国五北上投城到平林路段都是车多 下午北返车潮我们预计是两三点就开始涌现 那可能到四点多五点 那可能会是到最高峰 国道5号周六周日下午三点到八点 实施高乘载 请民众特别注意 可以利用台二线的平台公路去一面观光旅游 一面回台北 2015年元旦高速公路创下276万辆车次的记录 是春节以外连续假期的历史新高 2号251万辆 3号预估可以达到240万辆车次 记者卢一红台北报道